大家好,我是黄羊猫 今天的教学要来介绍 Retable Flow Add-on的使用方式 需要字幕的话可以开启YouTube的CC字幕 今天我们主要是学习如何使用这一套工具 来帮助Retopology的速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 如果大家对于学习拓扑的基本原理与技巧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哟 首先我们会先需要下载Retable Flow的Add-on档案 下载的连结我会贴在底下的说明栏 点选连结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可以到这边看到有个绿色的code 点选它 同时点选Download Zip 然后把档案存在电脑的资料夹里面 下载的时候是直接下载压缩档 并且不需要进行解压缩 接着我们打开Blender 中间的这个模型呢 是我们等一下会进行示范的猫猫模型 你可以到底下的连结去下载跟我一模一样的模型 我会把模型的FBX档案放到刚弱的上面 只要在金额那边输入零元跟你的信箱 就可以免费下载 或是如果你想要支持这个频道 请我喝一杯无糖为冰的波霸奶茶的话 也可以自由设定金额 或是你原本就已经有正在作业中的模型 也可以直接使用自己的模型 那我们刚刚已经下载好add-on了 到Blender的左上角 edit preferences 我把它放到中间 然后在左侧这边点选add-ons 接着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install 点选它之后 就直接点选刚刚下载下来 并没有被解压缩的档案 然后按确定 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retable 在预设你刚开始安装这个add-on的时候 它应该是没有打勾的 那我们就简单的帮它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后我们按XX回到画面 你可以发现左上角多了一个retable flow 这里呢就是一切的起点 我们可以使用retable flow 帮这个模型进行retopology 也就是拓谱 那如果你点选这个模型 并且按tab 可以看到它的面数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现在拓谱的目的 就是帮它减少到最低的面数 并且还是具有很好的功能 如果你是透过连结去下载 同样的这个猫猫模型的话 只需要到file import fbxfile这里 点选它 然后点选你刚刚下载好的模型 就可以把这个猫猫模型 汇入到场景当中 那我们要开始使用retable flow 先点选你想要使用的物件 然后到左上角 retable flow点选它 之后可以点选add active 那它中间呢会经过一个时间 就是它正在loadingretable flow 大概会需要个10到15秒的时间 接着它就会跳出一个很大的 retable flow help system 那这里呢是它预设会让你看到的 document 就是你可以从这里去看见最基本的介绍 去认识这个add-on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立刻阅读的话呢 可以到右下角这里close或是点选ESC 就可以离开这一整个文件 那在最开始使用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看到 总共就是左侧跟右侧 左侧它是不同的使用工具 具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大概90%的作业时间都会是在这里 去切换不同的功能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一个一个介绍它们的功能 右侧则是一些可以调整跟设定的工具 如果你希望可以大量的客制化 那就可以来这边寻找一些可以调整的东西 例如现在看到的字体大小 我们可以到general点选它 然后在UIScale这边输入1.15 然后按enter 它就可以把UI放大 那如果你想要客制化viewport display的话呢 在这边optimize shading 现在是light 我们也可以点选dark 这样它本身的shading就会变成比较黑 黑色的状态 或是点选off 那就是都没有shading 那预设的light就很好用了 接下来底下这边呢 是等一下如果你有点选到点线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回来看到 它可以选不同的颜色 那底下呢都是一些比较细的 可以调整的东西 options里面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symmetry 也就是左右对称 因为我们的模型是面对y轴的 所以我可以把x轴打开 那可以看到它中间多出一条线 等一下我们在右侧做的事情呢 左边就会同样是被禁射过去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同样的工作做两遍 只要做半边 那另外半边就可以自动的完成 那左侧这边呢 它总共有123456789 它分别对应到的快捷键 就是我们键盘上面 上方的123456789的数字键 并不是右侧哦 是键盘的上方 因为键盘右侧的数字键 它是1 是正面 3是侧面 7是从上往下看 那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怎么使用 我现在想要快速的先 拉出两条线给大家看 它现在有一个一圈的retopology 我们刚刚有说到键盘上方的123 是切换不同的左侧的功能 那跟我们平常在blender作业的时候 123应该是点线面的切换 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我想要点选一个点的话 我可以直接把滑鼠左键移动到点的位置 去点选它 因为我现在在contours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选到线 可是如果我到polypen 我就可以选点线跟面 它点选到的东西是依据你左键所在的位置 所以你不需要去切换点线面 只要去直接点选 你想要点选的点线面的位置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的感应并且帮你选到相对应的东西 那它跟blender的快捷键是一样的 如果你按住shift 并且左键继续点选不同的点线面的话呢 它就可以连选起来 同时选取好几个点线面 那如果按x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你要删除点线或是面 或是只是删除掉那个点线面 而不会删除掉整个面的面积 除了使用键盘上面的123或是左侧 直接点选去更换工具之外 你还可以点选tab上面有一个波浪的符号 在键盘的最左上角 1的左边 有一个波浪的符号 它叫tailed 按住它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py menu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去点选不同的功能 那它还有一个跟blender一样的快捷键是 如果你按A的话是全部都不选 如果按A的话呢 是全部都选取起来 那如果你想要离开现在的这个视窗 可以点选tab键 左上角的tab键 然后它就会问你 你是否要quit retable flow 可以选yes 那就是要离开 离开之后呢 来到了原本一般的作业视窗画面 我们刚刚新增的面 它就会在这边 同时右侧还会帮我们新增两个modifier 一个是mirror 一个是displace 通常用不太到displace 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那mirror的话呢 就是以X轴为左右对称 那我们现在来到一般的作业视窗 但是又想继续回去 retable flow的作业视窗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选 retable flow这边 点选这个mesh 按tab键 进入到edit mode 接着来到左上角的retable flow 点选它 有时候你会在这边看到一些warnings 像是它这里是跟我说 我的资料夹的名称是无效的 但是它无效的原因是 因为我的资料夹名称的路径过程当中有中文 所以它会觉得这是无效的 你可以点选这里有个问号的书本 点选进去之后 里面会有更多的不同的warnings解释 但虽然它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提示 我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add-on 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存档这个blender file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提示跟你说你还没有存档 那只要存档过后呢 它的warnings就会消失了 那我们进入到edit mode之后 点选retable flow 然后点选startretable flow 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回到刚刚retable flow的作业视窗 那一样可以把它按XX 不需要它的文件 那我现在按A全选 按XDeleteVertices 把刚刚新增的那一圈呢就消掉 那我们现在可以讲解 并且帮这只猫咪模型进行拓谱 首先第一个contours contours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按1到正视角的状态 retable flow里面 几乎所有要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 你都需要按住Ctrl键 所以contours也是一样的 按住Ctrl键 然后左键点选从左拉到右 会看到它拉出一条线 那这时候它会跟你说 这条线上面的点数 总共是16个 如果你想要增加或减少的话呢 你可以点选键盘上方的加或减 也就是键盘上方的7890 然后右边有一个加跟减 你可以按一次加它就会增加 再次加它就会增加2 因为我们现在是左右对称 所以它增加也是增加偶数 那如果按减的话呢 它也是持续的减2减2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 我们在点选任何键之前 按住Shift键 然后用滑鼠的滚轮往上滚或是往下滚 也可以帮它增加或是减少面数 那现在16个点 增加或减少点数 点的数量 那现在总共是16个点 这一圈 这一圈 它总共是16个点 而且Retable Flow 它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是 它这样子帮你画一圈 它是完全贴合在这个模型身上的 那我们来到正面的视角 按住Ctrl 然后左键点选 再往右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补肩 上面跟下面的这两个 中间的空隙 所以它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它很奇怪 是因为它这里 被尾巴卡住了 那没关系 我们按Ctrl-Z 回到前两栋 这个就是Contours 它主要是增加 一条线 然后第二条线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数量 跟前一条线是一样 它就会帮你去补肩中间 产出面 而且它是正反面 都可以产生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第二个Polystrips Polystrips点选它之后呢 我们一样是按住Ctrl 然后在它的 物件的表面画出一条线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新增出 有两个控制轴的一些面数 那这里呢 它是写五 总共有五个面 我们一样是可以按住Shift 然后滚动滑速 把它增加或减少 或者是一样是使用键盘上方的加或减 把它做增加或减少 那左边的这两个白色的点呢 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它就可以把面的位置移动到不同的地方 右边也是一样 把它移动位置 那这个杠杆的轴呢 则是可以把它旋转扭曲 右边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旋转扭曲 那我现在按Delete把它删掉 选Vertices 或是按X键 可以把它删掉 第三个Strokes Strokes呢 我们可以按Ctrl 然后一样是左边点选出去 它会画出一条线 那在画第二条线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帮它补肩 中间的这个补肩 我们一样可以按Shift 然后滚动滑速的滚轮 帮它减少或是增加 中间这两个线条的更多的面 那你可以直接点选到 我们现在本来就有的线 然后按Ctrl 把它画出去 它也会直接帮中间进行补肩 那为了要示范下一个Patches 我可以先点选Polypin 把这个面先删除掉 诶我怎么点不到那个面 选Faces OK 好那我们现在点选Patches 它已经自动帮我 因为我现在是选这个 跟这边 那它就会有先有绿色的图示 跟你说我们可以帮这边这一块进行补肩 所以Patches的话呢 是你要点选到90度的这两个边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中间全部进行补肩起来 虽然这个功能看似很方便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好像比较少用到 那我们也可以回去看到刚刚说的viewport display 我们现在是绿色的你也可以把selection theme 改成blue 它就会变成蓝色的或是orange变成橘色 那我还是重新选回green 看起来比较自然 那这里呢我们已经选好两个边 并且出现了绿色的标示之后 我们按enter 它就会自动产生这里补肩的效果了 下一个是polypen 我现在主要是示范 我们等一下会比较正式的帮这只猫猫做retopology 那polypen的话呢是control点选 如果你现在有点到任何的一个线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连到旁边的位置 然后去产生出一个完整的面 像是这样子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选取的情况下 control按住 然后逐渐点一下会产生一个点 再点一下会产生一个线 然后往右拉它就会产生一个面 那我们就多了一个面 那刚刚的这里如果点选这个线的话呢 然后按住control 它就会自动帮这两条线之间补肩成一个面 是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的工具 那下一个knife 人如其名 它就跟我们之前在blender的作业视窗中 按kknife的功能是一样的 如果点选了knife 然后按住control 你就可以去点选中间想要切割的地方 那它就会新增这些点在中间 下一个loops的话呢 是按住control 它就会帮你新增一个一圈的线 线圈 按住control之后呢 你的左键还是可以自由的移动 看你想要新增在哪个位置 倒数第二个twick的话呢 它是可以去做点的位置的调整 那虽然你在调整的时候会移动到点的位置 它还是会一直吸附在现在这个物件的表面 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使用的 因为它不会跑掉 它不会跑到奇怪的空间里面去 它会一样还是在这个物件表面去进行调整 twick的话呢 它现在是这么大的大小 如果你往后拉的话呢 它的大小不会变 所以相对来说对这个物件变小的话 它可以调整的范围就更大 那它这一圈 除了调整到本来的这个点之外 你可以发现它下面那个点同样会被调整 它就是一个proportional的调整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只调整到这个点 不想影响到其他的话 可以按F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线圈缩小 就可以只调整到这里的点 或是按F让线圈变大 那你就可以一次调整到很多个点 除了F可以调整它的range之外呢 你也可以按Ctrl F 它可以调整Fall off 或是按Shift F 它可以调整这个强度 也就是你在拖拉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飞得更远 最后一个relax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 这些表面 我们刚刚做的这些表面呢 它如果有像这种比较窄的地方 它就可以让它relax一下 帮助它 我先把这个点黏回去 relax可以让物件表面之间的这些面 更加的平均分布 不会有某些特别的挤在一起 那有时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有时候不是 还是要看你最后是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再来使用它 那relax的效果是蛮好的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让面跟面之间 像是这个 刚刚左边这边很窄 右边很宽 那点选它之后呢 它就会变得左右很平均 这个是relax 那刚刚我忘记提到在polypen这里 如果我们现在点选的是一个点或是面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gsr g的话呢 是它可以任意的移动 s是任意的缩放大小 它一样还是会黏在表面 r的话呢 可以让它旋转 它是可以搭配快捷键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功能都介绍完毕了 大家还OK吗 那以上就是RatableFlow的界面跟功能介绍 在下个教学中 我们会使用猫猫模型来进行实作与示范 如果你觉得教学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跟订阅 那我们就下个教学见啦 拜拜